4月18日,香港警方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其住所拘捕。 有消息指,其涉嫌在2019年香港休例风波中参与非法集结。 当天早上实施许,香港警方多名警员前往黎智英位于何文田的住所实施拘捕行动。 当时黎智英不在家,下午1时35分,黎智英乘坐私家车从西贡返回住所, 稍后两名团队律师进入其住所内。 警方再度上门拘捕,并于下午30时许将他押离住所。 大批传媒上前拍摄,黎智英眼镜半挂在脸上,面容显得非常憔悴。 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助明,前立法会员欧诺轩, 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等人已于同日被捕。 香港警方会见传媒时指出,当天的行动共拘捕14人, 包括12名男子和2名女子。 年龄介乎24至81岁,他们涉嫌在修理风波中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及公告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 被捕人士涉嫌在去年,分别是2019年8月18日,10月1日和10月20日, 组织及参与在香港岛和九龙区进行的未经批准集结, 违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条例第17条。 而其中5名被捕人士涉嫌在去年9月30日和10月19日, 干犯了公告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 警方续指,被捕人士均已经或将会被落案起诉相关罪名, 案件将于5月18日在香港东区法院提堂, 行动仍在继续,不排除将会有其他人士被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